平安谷先高潮 黄浩然居然变杀人凶手 老婆陈凯琳更惨被推下河 还有一个星期就踏入结局片的 平安谷之鬼谷传说 昨日剧情就想到陈庭新被揭发疑似去勾劳 最后更令老公为家雄怒打对方 看来为家雄对陈庭新的感情是真的 认为这些事情只是对他们感情的一个考验 被惩罚的陈庭新亦十分认同 近日一开头就讲到黄浩然教为家雄用爱心征服太太的心 教她玩魔术向陈庭新示爱 没想到原来陈庭新只是听从苏玉华 及龚佳新等人的教导下表面上半听话 才令老公为家雄没有再打他 除此之外 身为平安谷村长的刘江仍然是重点所在 因为身为其家族管家的阮兆祥出手要对付对方 更令刘江率众男村民去拆银水管 其后正在怀孕的女村民林淑敏去担水时 不慎跌倒导致胎中的儿子流产 她老公陈荣俊得之后就当然大怒 之后更与陈凯琳理论并将对方推落河 睡中出现血水导致陈凯琳小产 林淑敏的老公在走路期间 雾中捕受气跌倒并插中铁枣 黄浩然其后见到 赶上前就对方将铁枣拔出 却被其他村民见到误会抬杀了对方 雾中荣地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